台東高中旁邊的巷口 有一位安裝抽水馬達的業者 突發奇想把光凸凸的馬達 裝飾成小紳士 不但給他取名 還畫上了紳士帽 五官 披披風 打領帶 但附近的居民 卻被這個玩意兒給嚇個半死 因為鬼月到了 沒有腳再加上空洞的表情 倒是多了幾分靈異的色彩 讓人心裡毛毛的 披著白披風 打領帶 眼睫毛又長又濃密 這個小東西被取名為 阿拜 但他其實是抽水馬達 白天讓人會心一笑 但晚上 真的是讓人心驚驚 經過巷口 漁光閃 我人影 越看越毛 在夜色中三番兩次確認 兩個眼睛 一個鼻子 一個嘴巴 沒錯 真的是人臉 鬼月到了 看什麼都帶點靈異色彩 就算誤以為是好兄弟也不為過 位於台東高中 房仲公司一側角落 有業者安裝抽水馬達 卻突發奇想多畫了幾筆 期望變成裝置藝術 逗學生開心 仔細看對比 原本的抽水馬達 光凸凸 平平無奇 還貼了一個瘦字 沒有人會留意 但加了紳士帽跟五官 還給他製了妝就多了幾分 俏皮可愛 是有裝藝啦 但是白天看起來滿孤單的 晚上看起來滿豐富的 所以晚上還是 盡量燈不要打太黃 要不然看起來還滿嚇人的 不過農曆七月的晚上 燈光昏暗 民眾冷不防 就會被這飄在半空中的 小玩意給嚇到 到底是驚喜還是驚嚇 可能因人而異 記者李明的台東報導